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唐善书 灵语献真 主著先佛为南海古佛观世音菩萨 南海古佛将 诗曰 业力无情难免除 离田精尽用心除 衣衫蓝缕不辞苦 尽弃凡间讨礼俗 圣事 无今日降著 灵语献真 地念七章 混俗漂泊 夜尽安详 人知性与不性 取决于人知心念趋向 是要坚持己念 或是自叹命薄 全在个人一念之间 故若能心不起邪思 亦不起邪念 经常保持正念 善念 即可常自在也 无今日领怕灰罗汉立堂阐述 以物是人 我乃怕灰罗汉 素是前我及曾出家学到 但因心仍有贪念 且胸襟狭窄 假之嫉妒心使然 曾恶意欺诈一味德性 甚高知比丘 导致我多事与佛法无缘 据今约八百五十余年前 我出生于蒲甘王朝时缅甸的一个渔村里 自我出生之后 父母及诸事不顺 甚至生活悲惨 在度日艰难的环境中 父母想方设法地养育我 至我十岁时 母亲即交给我一个碗 对我道 苦命的孩子 你自己出外起时去吧 我与你父亲已养不起你了 从此我就开始过着沿街流浪起时的日子 生活过得苦不堪言 有一日 一位比丘于寻话脱波时 披荐我蹲在一富贵人家门口前的水槽边 减食残余犯力冲击 当时的我身体干瘦 衣着破烂不堪 比丘甚为怜悯 对我道 孩子 你住在哪里 你没有父母照顾妈 我回答道 我父母说我是不幸的人 不但连累了家族 也连累了父母 因此将我一弃 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比丘慈悲道 你想不想出家 我回答道 想啊 但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谁肯收留我呢 何况我会使大家受累 比丘慈悲道 那我度你出家吧 当时我开心极了 于是我跟着比丘回到寺院 比丘帮我受巨族戒 并且教授我佛法 在佛寺的庇护下 时光飞逝 但因我业力深重 注定在娑婆世界的最后一世 要承受着一生贫困 忍记哀恶的因果报应 因此我出外脱波 时务极少 甚至常常脱空波回来 然因我自知己深夜力之观 故能少欲知足 时不忘宝 但求维持这个身躯就好 在我受终之后 因我平日精进 内观起心动念 功夫日深 因此能舍弃让我苦恼的身躯 毫无贪恋地离开受苦一世的世界 心灵超生于净土 正得罗汉之国未也 人活百年中归土 数掌千年劈柴烧 世间没有永远存在的事物 唯有修行可以超脱五行的束缚 跳离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稀释人能明误此理 把握难得之人身 好好修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助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